我這是斷線了嗎? 這有點厲害,我要把這截圖下來 這個真的有點厲害 好,各位歡迎回到新的一集 陶利塔克夫影片,我是小J 那今天這部影片大家可能覺得我比較興奮 那是因為我對各位充滿了無比的感激 在上一部影片裡面我跟各位說 希望大家能夠幫我多按讚 然後大家能夠把影片看得久一點來配合演算法 讓我們能夠一起對抗演算法 我才能夠持續給大家出塔克夫的影片 你們真的做到了 我們還沒有打贏演算法 因為上一部影片的觀看次數 舊塔克夫影片在我的頻道來說 只能算是標準偏低 但是呢 我們在8400多的觀看次數裡面 獲得了1248個讚 這是在我現在錄影片的時候的數字 這是非常前所未見的 在我的頻道裡面 大部分平均的喜歡數大概就是 500到300之間 很少有1000多的 通常超過1000的那個影片都是表現得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居然在8000不到1萬的觀看裡面 有1000多的喜歡 表示各位真的非常努力的在支持我做塔克夫的影片 所以在這邊真的要非常非常衷心的感謝各位 同時在上一部影片裡面我說 希望各位能夠把影片看久一點 因為這樣子更符合YouTube推送影片演算法 在這部影片裡面 32分鐘的影片 大家觀看的平均時數有到9分多鐘 這個也是在我的頻道裡面算是 很前所未見的高的 我們頻道裡面大部分的觀看時長 平均大概都是5分多鐘 有時候長一點的影片可能會到6分鐘7分鐘 但是9分多鐘是前所未見的 所以我只是想跟各位說我很高興 我也很感謝各位真的都有在努力幫我對抗演算法 這是一個長久的戰爭 所以為了回報各位的支持 在這部影片裡面我要給大家一個回報 就是我不要在這個影片裡面再說演算法了 我覺得這時代太無聊 你們沒有必要聽我上這麼無聊的演算法課 所以我們就不再多廢話 我們直接來進入今天這部影片的主題 那我這邊想到一個我們未來影片可以做的方式 就是每一部影片我都稍微講解一下這部影片 我們要做什麼任務 然後我們為什麼去做這個任務 這樣子的話可以給大家一點算是教育的背景 這樣子如果有新手玩家在考慮他自己玩塔克夫的時候 遇到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他可以參考我的這部影片 所以在這部影片裡面我自己打了一場森林的PMC 我的目的是為了解初始的那個Therapist醫療大媽的任務 就是要我們要找三個Selua急救包 那找Selua急救包在塔克夫裡面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有幾個比較推薦的地方可以找 首先是海關的醫療房 那個地方專門出醫療用具 所以那邊有可能會出Selua 還有就是海關的四號倉庫 四號倉庫就是大家如果知道有一個拉閘的地方 拉了閘之後可以從013撤離 在舊加油站旁邊的那間倉庫 那間我通常叫他四號倉庫 在那間倉庫的地底下呢 有一些濕袋 然後還有一個醫療箱 還有一個椅子旁邊有一個醫療箱 在那個椅子上還有那個醫療箱 還有地上的那些濕袋上都有可能會出Selua急救包 還有另外一個地點在海關就是新爛尾樓 我們通常有一個舊爛尾樓 是在大家撿金黃色銅錶 青銅懷錶的那個地方 那個叫舊爛尾樓 在往前走過了油槽之後 接近013那個地方的叫做新爛尾樓 那個地方的二樓也有一些物資箱 然後地上也有一些那種床墊 在那些床墊上面也有可能會出Selua急救包 所以我個人會推薦海關算是一個蠻適合找Selua急救包的地方 問題是海關在前期有非常多的人物大家都會去 所以東西很容易被搶走 所以我就選擇了去另外一個推薦找Selua急救包的地點 那就是森林的我通常叫它前線基地 就是那個由鐵絲網的圍牆圍起來的一個地方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帳篷 而且幾乎都是醫療帳篷 裡面有很多醫療箱、醫療包還有醫療物資箱 那也是一個很適合找Selua急救包的地點 同時森林還有另外一個PMC營地 那個就是在湖旁邊然後有地雷圍著 一定要從特定角度上去才可以到的那個地方 在那上面也有一個帳篷旁邊是有醫療單價的 在那裡也很容易出醫療品 甚至連非常值錢的Ladex都會出在那個地方 所以森林跟海關是兩個我會推薦前期找Selua急救包比較適合的地方 那因為我前幾場在海關都沒有活出來也沒有撿到 我就決定自己去森林碰碰運氣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一場的背景介紹 那這是我一個人玩的一場 因為A4老師還沒有睡醒這個時候 那我就不劇透後面的發展了大家可以自己看 那一樣在這邊我希望再次提醒大家也再次感謝各位 請幫我多按讚多留言 然後盡量把影片看的長一點 讓我們一起來對抗YouTube的演算法 我們趕快開始吧 哈囉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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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跟你講我們之後要解森林殺Scape任務的時候 這邊就不會有那麼多隻 Wanna Nobby Hallo CaseScape Ow CaseScape 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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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Skev的動作真的是越來越囂張 他還會跑走 我們真的是 我覺得我們在玩那種殭屍塔房遊戲 這是第二波是不是 好 好 沒有朋友一起玩的話會進行新手入坑嗎? 不要入坑這遊戲 我會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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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來了 玩家來了 你胡闯一切 你拒绝了 你真是狠狠 真是个人 你Fucking Serious? 啊,幾億隻Scav,然後還有一個玩家 駕駕駛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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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有沒有隊友 他拿墨星跟現彈 剛剛聽到老鄉的確 就是墨星跟現彈槍的聲音嘛 所以有可能只有他 這裡聽起來好像還有一個 我背著他一下 不過就是像過他 我去過他的 詰め chegar到 帶路上去 最好 海鮮的 海鮮的 看起來很難聽 放 算 它居然有PS彈 一番好きな音 一番好きな音 Fossil Scav 哇,我就是害怕 我為什麼會覺得我聽到有人在喘 是我有錯覺嗎 我感覺我聽到有人在喘 我會變成死了 因為好所以我會覺得我會覺得我會有機會 他說是我會覺得我會覺得我會被你 嗯 嗯 好像還有一個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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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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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要蹲哪裡 蹲在這裡 嗯 嗯 彈來把閃燈槍我其實也有點想拿 可是 拿不下 我 我覺得我可以把我這一把丟掉 我 我不能拆那個彈夾 哭啊 我可以把我捕一個 我會把肥皂 我把我捕一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人沒有聲音 他不知道從哪裡一路摸過來 我跟你講他如果是個SCAV玩家 沒有 這人完全沒有聲音耶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聽到任何他的聲音 他不知道在旁邊蹲了多久 現在摸過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